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手机的萤幕也是关键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有1500 1700 1800的电视辐射 在你的床头旁边陪伴这里一起睡觉 就是像一个电讯塔放你的side table 你的床边的那个table 陪着你一起睡觉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很多专家都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最好是把手机直接关机放在离开你的那个房间 好 今天那么你起床过后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冲凉 你冲凉的话你就会开那一个water heater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热水器 所以water heater的话 它在短时间加热那个电板 那你的水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六秒 已经是从冷变成热 非常的方便 但是你是否知道这个water heater 这个热水器会产生非常高的电池浮射呢 让我来用另外一个同样原理的东西demo给你看 就是我们的吹风筒 好 我的手上打这个吹风筒 吹风筒也是一样的原理 就是你一打开的话 一秒两秒三秒四秒 它差不多已经吹热风 把你那个湿湿的头发要吹干 那么这个吹风筒到底它的电池辐射有多少呢 来 我现在的电池辐射检测试的话是比较100 100以下 所以这个吹风筒在吹的时候你看 你是不是这样吹头发 你这样吹的时候的话 它已经是产生爆表了 所以我一关掉的时候你看 又恢复正常了 所以这个吹风筒就是因为它 用非常高的电源 通常吹风筒是1200W 或者是到2000W 这个电源的话它加速那个电板 那你的电板的话产生那个热能 你还可以产生那个热勾 同样的我们的热水器一模一样 你在冲凉的时候 其实你离开那个热水器才多远呢 差不多也才少过一米吧 那个时候的话 你已经是遭受电池辐射的伤害了 那么过后呢 你冲完凉 梳洗完换好你的衣服过后 你要去上班 那你上班的话 你可能早上 你可能会用一些食物放在微波炉弄热它 微波炉我相信不需要我讲解 每一个人都认同微波炉的话 是属于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电器 它带给我们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微波 我们的车现在都用了很多很多的电板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FM 那个就是 radio播放器 你今天你按任何的按钮 LED的屏幕 你都可以去到你想要的一些频道 所以这些都是背后有电板操作 包括你自己本身的车里面 现在很多Hybrid都是电板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会产生非常高的电磁辐射 我们试过 这边没有去特别冲击任何的一个施工厂 我们试过Toyota Vios 你进去的话 我用这个电磁辐射检测以1800 今天如果你的那个车的屏幕 越来越多的那个LED的话 基本上你的电磁辐射越来越厉害 如果今天你有用一些Wireless的无线的keyboard 我手上的话 拿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一个Wireless的keyboard 你Wireless的keyboard的话很方便 也不需要有那个任何的电线 那么它有产生电磁辐射吗 我们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来 这个Wireless的keyboard 它产生的电磁辐射是400 300 然后有些地方的话是属于500 600 所以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产生 然后Mousebug更加不用提 Mousebug非常非常的厉害 Mouse的辐射是1000的 所以不要看它个子小小 它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办公室的 我们的Laptop Wireless mouse Wireless keyboard 无线的都会带来电磁辐射 那么今天你离开你的位置 你去做photo step好不好 其实就是像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X-ray 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去到那个医院的时候 你站在那个X-ray的那个仪器前面 一秒钟 我们就一张图跑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看到你的骨头是白色的 然后其他的地方是黑色的 所以这些是属于非常高的那个科技 它会让你瞬间你的骨头是怎么样子 完全反映出来 但是它要产生副作用 通常医生告诉你说 你照了一次X-ray 你第二次照的话可能是要三对过后 你不能经常照 会非常伤害你的身体 老人家说照X-ray的话会死很多细胞 同样一个道理 那么今天photo step machine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一张纸放进去 它会一道光在下面 也差不多一秒钟的时间 另外一张纸跑出来了 通常医生会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发运的话 尽量不要靠近微波炉 不要靠近photo step machine 不要常常听电话 因为那一道光其实就是非常高的电池辐射 那么今天过后的话 你还使用一些iPad iPad的萤幕比较大 还是我手机的萤幕比较大 一样你的iPad也会连到 那一个WiFi无线往那边去 所以你的iPad的辐射 不可能会低过这一台手机 其实也像一个电讯塔一样的 有一些人现在非常非常的时髦 他们喜欢就是带类似像我手上的这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smart watch 我不要说任何的品牌了 在smart watch的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 到底它的电池辐射有多高呢 在带近的情况之下 他们来说它是属于安全的 因为它还没有操作 今天如果把它打开 就是你测试你的心脏跳动有多好啊 你今天睡眠有多好啊 今天跑了多少步啊 有没有爬楼梯啊 喝多少杯水啊 你看你的辐射是多少 九百一千 所以当它正式操作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一架小台的那一个电脑 小台的那一个手机 所以它产生了辐射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科技带来的便利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那么今天你做了工 你回到家你想煮一顿好吃的饭菜给你的孩子 或是给你的家人 我们经常现在非常普遍的用电磁炉 Induction cooker 所以电磁炉的话 其实它们刚才我们的吹风头 吹风头的原理 或者是那一个热水壶的原理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你把你的那个steam board 装好东西 放在电磁炉上面的话 你就按它的那一个 就是它的温度嘛 Dampreciate 上到一百八 两百 两百二 你按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希望五分钟过后的话 它就滚了就可以吃了 难道你按完了之后 你要等二十分钟才吃嘛 所以就是它在短时间加速的把它弄热 所以它的那一个电磁辐色非常的强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一些资料呢 一个MOMA的品牌的Induction cooker 他所带来的那一个电磁辐色量 是我们手机的四十倍 手机的四十倍 一台手机 刚才我们测试的 大概是一千八到两千 差不多是属于一架电讯塔的那一个电磁辐色 如果我们在过年时候 十个人一起围在一个电磁炉 一起用这个Steam hood的话 其实我们这十个人一起 对这四十个电磁炉 一起在那边围炉 它的电磁辐色的产生量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今天你告诉我说 Garry 我的家 就没有用这个Induction cooker电磁炉的 我是用普通的煤气 那么现在很多人的家 除了煤气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叫做抽风机 就是HOOD 对不对 抽风机也是一样的 就看你的HOOD的Suction Power 就是它的那个抽风的力度有多大 一般上我们测试呢 新的一到五年的这个抽风机呢 它通常会带来的电磁辐色 大概是800到1500之间 因为它必须产生这样大的那一个力度 才可以把你的那一个油烟吸走 其实如果你下面是电磁炉 上面是抽风机 旁边的话是微波炉 后面是R1 还有其他其他的电子鱼器 坦白说 你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 受到四面八方的电磁辐色 攻击伤害啊 那么今天你煮完饭菜 吃完晚上过后 你想要休息一下 你就去冲凉哦 冲凉的话 你过后的话去吹头发咯 吹头发刚刚我已经测试了 就是差不多是1800到2000的那一个电磁辐色 那么去完头发过的话 你坐在你的客厅 你享受你的今天的那一个休息的空间 我们的现在很多客厅啊 我们都用很多LED灯 我们叫做节能灯嘛 对不对 它可以就是 只是用你20瓦的那个力 但是它产生可能100瓦的那个光度 所以这个LED的话 就是普遍上述使用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 LED灯 它本身产生的电磁辐色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它就是加热它背后整个电板 我们叫做Transformer 或者是广东话叫做佛鸟 它就是加热了这个电板过的话 它才可以让你的灯产生那个光亮 是不是可以灯 可以灯就是可以亮一点 或者是没有那么亮 这些都是产生电磁辐色的一个关键 除非是你的家 用回去以前 我们阿瓜妈时代的 那种圆圆的那种灯条 那种的话叫做Fluencer Light 那种就基本上没有电磁辐色 所以你看一个LED灯有电磁辐色 但是它是节约节能 一个是圆筒灯不好看 但是它没有电磁辐色 现在你要用哪一个呢 好今天晚上我们睡觉了 你告诉我说 Garry我所有东西都关到完 我的电话已经是关机了 我的灯已经关了 我回到我的睡房 我要睡觉了 可以吗 我应该是没有电磁辐色的 对不对 这边想告诉大家 如果家里你的房间 有放这个空气清新剂 就是Air Purifier的 真的真的要小心 有机会的话 让我们用这一台电磁辐色检测仪 帮你做测试 我们测试过 真的是好多好多家的那一个 Air Purifier 我们都发现到 都是超过1999的那一个辐色量 都是属于危险的 所以今天你以为你睡觉已经很安全了 只知道你又把另外一个引擎杀手 搬到你的房间去 间中在晚上的话伤害你 然后冷气也是一样 因为冷气它需要把普通的空气抽进去 过后加热 过后的话再把它变成冷风 所以进来我们的房间里面 所以冷气本身也会产生电磁辐色 所以电磁辐色真的是无所无在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电磁辐色小教室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